观众朋友早安 欢迎加入大爱早安新闻 我是林国新 今天日期来到了1月28号 农历市正月初期星期六 说到春节假期 只剩下最后两天时间了 不过天气真的是好冷 主要是因为寒流 再加上辐射冷却效应的影响 所以各地普遍的温度都是偏低的 青城本岛平地有好几个气象的侧站 气温都在7度左右 最低温出现在桃园的中立区 只有6.6度 那么气象局针对了全台湾 22个县市发布了低温特报 除了高雄、屏东还有台东 是黄色灯号以外 全部都是橘色灯号的区域 有机会会出现6度以下的低温 那么气象局表示 今天清晨是这波寒流最冷的时候 白天各地的气温会稍微回升一些些 另外今天晚间到明天清晨 还会冷 那么一路会冷到星期一的清晨 恢复上班日当天才会明显的回温 另外北部还有东北部的高山 也有可能会有临心下雪的机会 天气冷有心血管疾病的病友 得特别留意自己的身体状况了 遇上医院的门诊暂停 一旦有病动的话 只能跑急诊了 根据花莲茨基医院的统计 除夕到大年初五这段期间 到急诊求助的民众 症状最多的就是发烧 肠胃不舒服 以及新冠的急门诊的部分 因此要提醒大家的是 我们放假 但是病毒可是没有假期 救护车警报声频传 花莲茨基医院急诊外 许多民众排队后诊 初一到初三是人数最多的时候 那这几天来诊量 大概会到平常的两倍 从外地回来的 像是游客或是返乡的民众为主 大部分都是 譬如说以一些外伤为主 花莲茨基医院急诊 三天服务将近千人 求诊的症状排名第一 第一是发烧 腹痛 胸痛 第二是意外创伤 然后是呼吸道系统疾病 新冠急门诊的人数 高居第四名 第五则是消化系统疾病 有血尿吗 没有 今天会痛吗 不会痛 奇闻骤匠医师提醒大家 做好身体保暖 留意不明原因的疼痛 如果有出现一些胸痛 胸闷 或者是可能下巴疼痛 手臂疼痛这些就要担心 会不会是心脏病的状况 那要多喝水保持身体 就是血液粘稠度 比较不会那么粘稠 过年生病心情难免焦躁 但面对大量病患 还有COVID-19重症的威胁 请给医护人员多一点体量 大爱新闻 国家南韩 当地冀州岛的冀州国际机场 又发生了因为暴风雪影响 航班再度被迫取消的情形 旅客的行程是大大受到影响 还有不少人滞留在机场 画面中看到刮旗大风雪的地点 就在冀州国际机场周边 南韩政府是发布了特别风切警报 从昨天下午开始 冀州岛大部分地区取消的 航班数量持续的增加当中 已经高达60多架次 另外部分往返冀州岛的渡轮 也因为天气恶劣都取消了 至于南半球也出现了坏天气的情况 目前是夏天的纽西兰 当地最大城奥克兰 暴风雨过后引发大规模的水患 现在路空交通通通都大受影响 市区道路淹水了 交通因此中断 高速公路上头 车辆是大排长龙 而机场航站的周边 也淹大水导致空运停摆 旅客甚至要涉水 拉着行李箱离开 由于部分地区 这个淹水的深度 几乎到达了胸部 因此奥克兰市长就宣布 当地进入紧急状态 并解请受灾严重地区的民众 尽快的撤离 还好到现在 并没有传出有人员伤亡的消息 接着要带您认识这位小巨人 嘉义这名国医的学生陈怀恩 他一出生 外表就有缺陷 以及有先天性的颈椎融合症 他的身高比同年龄的孩子还要矮小 只有124公分 经常受到别人的嘲笑 还好家人是他最好的后盾 不断地鼓励他 而且他还在爸爸的引导之下 开启了碟杯运动的专长 身手是相当的敏捷 不只从这个碟杯运动当中找回了自信 也在比赛当中拿下了好成绩 我是碟杯高手 非常积极乐观的孩子 永不放弃就是他的座右铭的 我真的很赞叹 很佩服他的精神 124公分的怀恩 碟杯运动表现出色 即使个头小 强大的意志力激发出无限潜能 Go 他动作迅速 身体轻巧 自律的刻苦练习 获得一次次好成绩 之前练习的辛苦都是为了这一刻的 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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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不放弃石怀恩的座右铭 日前参加亚洲杯比赛 即使发高烧 忍着病痛硬撑了下来 就是想要跟大家一起比赛 心理素质确实是他的最大优势 因为在这个过程中 他的失误率 我们有算过是最少的 是最少的一个选手 像我们活动力 我们七节他融合成三节 医生是告诉我们说 因为他变成很 比较脆弱 患有恶劣 先天性颈椎融合症 怀恩的身高 比同龄孩子爱上许多 穿着最想好的制服还是过大 上学需要就要注意陪伴 在走廊上 还有上下楼梯 因为下课当中 会有很多其他的同学奔跑 为什么你那么爱 有点害 你都比我爱 我都知道回家哭 有时候觉得很丢脸 成长路上的嘲笑谩骂 都是心领之良 爸爸是最好的倾听者 我是跟他讲说 其实不用去 诋讳别人对你的看法 毕竟我们没有办法 去改变别人 先修完边界 所有边界修完 现在的怀恩 不只蝶杯表现出色 擅长画画 是班级血液鼓掌 紧固的身体 不阻碍他 发光发热 妈妈也有跟我说要 多去尝试各方面的事 他在遇到困难的时候 可以把问题解决 乐观开朗 积极正向 热爱生命的 蝶杯小巨人 用自己的方式 探索世界 我跟别人没有什么不一样 就只是身高不一样 别人做得到的 我不一定做得到 但是我做得到 但是他们不一定也做得到 也是年轻人发挥了影响力 在台北有一个小家电维修所 帮客人维修家电 不过水电师傅 帮客人维修家电 并不是水电师傅 而是电器医师 目的就是要传递 洗服的观念 让资源可以永续 有人曾经把故障的电风扇 搬来维修之后 很认同这个理念 因此也加入了电器医师的行列 质服坚硬的心 包裹在时代感的外观里 一台老电扇 转动蔡亚轩珍贵的迷少岁月 有一天老朋友突然罢工 那时候我们家电风扇坏掉 然后那台电风扇赔了我很久 就是小时候国中高中 然后就是晚上睡觉都会开它 有一天就坏掉了 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 到底就是一个东西 坏掉了它到底有没有办法救活它 还是要把它丢掉 然后后来我就决定 好了 我带着它来这边试试看 丢与不丢 它的内心千回百转 最后带着奄奄一袭的电扇 蔡亚轩来到小家店维修所 想不到不仅电扇抢救回来 自己也从此入坑 本本我就觉得它好像跟我是 有点像亲人这样的关系 然后我就把它救好 所以我就觉得这件事情 对我的人生我觉得是 蛮有意义的一个转折点 然后从此之后 我就开始出院在这边 帮大家检查它坏掉的东西 看能不能尝试救好它 从门外汉起步 蔡亚轩开始潜行钻研 风扇维修技术 由于自己也在环保恩州上班 她秘锐地察觉到 家电垃圾泛滥 问题出在保护棋 我们现在都会想资源回收 我东西会来再生 变成下个零件 但是如果我能透过修好它 其实我根本不需要 让它变成就是废弃的东西 那这时候如果搭配政府 它有做过一些规定 就是这个东西它好不好修 或者是强制它一定要让你修 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会有选择的权利 维修基地仿若时光胶囊 这些都是从丢弃边缘 抢救下来的时代眼泪 我修过年纪最大是四五十年的厨师机 那那个时候那个厨师机是从美国带回来 那那个是他的爸爸送给他妈妈的定情品 越新的东西却越不耐用 到底我们是不是在过进步的生活 老家电所具备的质朴坚硬 总让一小众的人对他们恋恋不舍 像那种老古董 我们最担心的就是它的零件 没有办法取得 这老东西的地义是 过去可能比较没那么精密 它可能是机械化的东西 那它确实东西就比较不会那么容易快 这群年轻的电器医师 靠着维修的双手改变世界 帮人们修好家的记忆 也印证一个朴素的道理 媳妇者才懂得留住幸福 下段新闻要带您看到 志工用爱陪伴单亲妈妈的故事 休息下一分钟之后 马上回到大爱早安新闻的现场 我是蒲花鱼 我是蒲花鱼 需要乾淨的水源 喜歡在基流岸石處蹦跳 人們用心富裕河川 與萬物共享著一彎美好 苦花不再苦情 給魚兒一條親近的河流 我是陳伯正 因為同理心 所以我就很自然地吃素 大概三十年前吧 有一天我帶我兒子到平林橋下去釣魚 我從小就釣魚 釣了一輩子 在那邊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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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釣到了 那一條魚溪裡頭的九斑 它是這樣 這樣掙扎的 忽然 怎麼會這樣呢 那一條魚的痛苦 怨恨 掙扎 無奈 那種痛 深深的痛 好複雜喔 全部跑到我這裡來 拉起來之後跟他說對不起 趕快放走 你看今天釣的魚 不好意思 倒釣了 回家晚餐 有魚 筷子停在空中 夾不下去 有一天吃肉鬆的時候 吃不下去 好像感覺到那隻豬的痛苦 算了 我發現我開始能夠感受到周圍人的心情 人的心念是有磁場的震盪 竟然開始能夠感受 互相善待之後 我整個生活環境變成越來越舒服 廣結善緣 後不寬 感謝您繼續回到新聞現場 趕緊來關心今天的天氣狀況了 今明兩天在寒流 持續的影響的關係 所以各地都是非常寒冷的 低溫可能會下灘6度 請做好保暖的工作 除了北部 東部 恒春半島還有局部短暫陣雨之外 其他地區大多都是多雲到晴的天氣 另外提醒您的是 北部還有東北部 2000公尺以上的高山 會有機會會出現零星降雪的情形 還要注意的是沿海的強風大浪 像是新北市隆洞 已經觀測到5米左右的浪高 而台東富岡 往返綠島跟藍雨的航班 今天是停航的 空氣品質方面 高頻來到了橘色提醒的等級 江華還有雲嘉南地區 空氣品質同樣是不太理想 繼續來看到詳細的溫度預測 北部地區8到11度 降雨機率最高有30% 陶竹苗地區8到11度 降雨機率最高是20% 中部的部分8到16度 降雨機率0 雲嘉南地區8到17度 降雨機率0 南部地區12到21度 降雨機率最高有20% 東部的部分8到17度 降雨機率最高是40% 外島部分最高溫有11度 降雨機率是偏低的 再看到的是 在少子化的情況之下 越來越少家庭擁有3個孩子 因為經濟開銷實在是不小 對一般的家庭來說 已經很不容易了 更何況是單親家庭 在新北市有一位單親媽媽 她的丈夫因為心肌梗塞 她的往生 但是最小的孩子還不到1歲 因此她沒有辦法整天在外頭做全職的工作養家 得知她的情況之後 慈激志工是提供了援助 就連他們全家人確診的時刻 志工的關懷也不缺席 一走進單親媽媽雨晨的家 孩子們迫不及待要與志工分享她們的日常點滴 很正面的鼓勵我 對 常常就是關心我的身體狀況 孩子們的身體狀況 先生心肌梗塞往生後 留下三位智林的孩子 一年多來 雨晨靠在家經營團購生意 度過生活難關 慈激人也一直陪伴關懷 新冠肺炎 全家確診 隔離期結束後 志工還特地帶來親自熬煮的白木耳蓮子糖 雨晨的孩子她都藏心灌 疫情之後她病情就好像一直渴 後來我就是每個禮拜都會送一罐過來 三重禁思堂舉辦歲末祝福 志工也邀約雨晨全家人 接受禁思金色師父的祝福 剛失去丈夫的時候 心情真的很那個 然後她有小孩子又哭鬧 真的 我有時候去也看得很不捨 然後就是大家這樣一起去陪伴她 行事短正行為 行事短正行為 行事好 行事實平安 美西師姐跟玉蓮師姐她們都有持續的在關心 對 但是真的真的有點很難走過 說真的很難走過 最大的支持就是莫過於關心 雨晨和279位民眾在祈禱聲中 祈求來年順利也順心 大愛新聞 真善美之溝 杜世發 林秋玉 楊竹雅 柯喬莉 台北報導 同樣關懷弱勢地點是在馬來西亞的沙巴 當地有一群沒有國籍的小孩 因此他們沒有辦法受教育 於是來到慈濟的學習中心上課 經過一年多的學習 這些孩子有了明顯的成長還有轉變 時光荏苒 雅壁慈濟學習中心 從2022年5月開課之後 迎接第一屆家長日記頒獎典禮 學員們是吳國籍孩童 他們沒有機會接受法定教育 但是在逆境中成長的新亞表現優異 也受到表揚 家長除了感動之外 也陪著孩子領取成績單 了解學習進展 學習進展 我以為是有很困難的 因為他很困難 他很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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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現在 很困難 他很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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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很困難 他也很困難 所以我希望 我會有很多孩子 可以學習得到好 很多時候 都不在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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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現在 都可以聽到 教授 人有無限可能 當這一群無國籍孩童 積極向學 就有機會 以知識翻轉自己 和家庭未來的命運 大愛新聞節目之公 蔡立佩 吳永潔馬來西亞報導 回想起過年前 傳統市場的採買人潮 真的是非常多 因此塑膠袋的用量 也變多了 新北市新莊的 宏泰市場 是當地最大的 傳統市場 裡面有不少的攤商 會主動把塑膠垃圾 交給慈濟環保志工 來回收 因為這個數量 還不少 因此志工還特別 組成一支回收隊 這項舉動 其實是一種信賴 需要長時間 來擲乾淨 才有當前 這種信任感 感恩有你 謝謝你 給你的愛一個讚 感恩感恩 你跟他越做越歡喜 越來越漂亮 謝謝 老闆你怎麼這麼好 我今天賺很多 好話連連賺歡喜 住在市場三四十年的蔡立雪 每天祝福店家生意興隆 在不影響他們做生意之下 快閃回收塑膠袋 已經帶動環保蜂巢 他們夫妻很發心 對 辛苦了 很用心 因為害羞 擔心尷尬 蔡立雪鼓起勇氣 用妙法 我就會在心裡放音樂 然後就跟著音樂 然後我就去跟店家講說 感恩你 祝福你 我們一起讓地球更美麗 好 謝謝 曾經兩年內 歷經三次手術的裝瓶沙 熱愛環保 會命不斷延伸 最後第三次開刀的時候 開肺腺癌的時候 醫生說我的存活力有五年 我現在已經七年了 輕輕薄薄的塑膠袋 累積起來體積也不小 路過民眾加入幫忙 沒有啦 春秋年了 這是好事 為了讓地球好好呼吸 隨手多點用心 好的環境大家共享 感謝你 謝謝你 我們一起讓地球更美麗 大愛新聞之下 美志工洪乃文 李聲旺 台北報導 問題只要能克服 就會有轉機 這樣的模式也發生在 周會救護志工的身上 五十六歲的黃啟文 他先天聽賬 不過他不向命運低頭 反而成為義消 許多重大災難發生的時候 都有他的身影 不過卻因為疫情的影響 他失業了 還好他克服的聽賬 順利考取原意濟工 重新振作起來 烈日下開搬運車出任務 他是黃啟文 他跟公共動作 我們家的浪費 不這樣 來給他經理這樣 收剪樹木 手腳俐落 但他其實患有聽覺障礙 不知剛才這樣 以前告訴我 我這裡提醒 不是因為工作中的問題 曾在工廠當了三十年作業員 因疫情失業後 他沒有氣餒 調整心態再出發 僅花一年就考取正職 原意濟工 有一點點都會求 別人的那個 人家的影響 來幫我們探討 不要去做那麼多 做好我們自己的工作 這樣就好 當時都正聰 當時僱而已 很認真 其實你這麼高等 他就做得好事了 他最不簡單的一個地方 是他的態度 非常地一個積極 維護勢容是工作 下班後則化身救護英雄 29年來搶救生命 衝第一 圍灌大樓倒塌 每一天都會到現場去 協助大家一起去救災救護 要檢查救護班 裡面就沒有 我小時候 我爸爸怎麼擬交 就看我爸爸這樣聽到 吃風車 在等下 他聽到他 聽到他聽到 吃風車去 最好怕會 跟隨父親腳步 黃啟文不向命運低頭 寫下自己的精彩篇章 大愛新聞是 陳蕭紅樹台南報導 又來到早安讀報的單元 要帶您掌握 國內外媒體關注的焦點 首先是聯合報的部分 日本政府宣布 將在五月八號開始 調降新冠肺原分類的等級 等同於季節性的流感 有望是大幅鬆綁防疫的限制 而台灣的部分 疫情指揮中心表示 還沒有確定 新冠肺炎分類等級 調降的時間點 但是會在春節過後 會先調整的是 確診病例的定義 改為只通報新冠的重症 未來輕症可能就不必再通報了 也不用再強制的隔離 再看到是NHK的部分 南韓政府宣布 考量新冠病毒在中國大陸 擴散嚴重 從一月二號開始 暫停簽發大陸旅客的 短期簽證 將延長到二月底 如果這段時間 中國大陸的疫情 有顯著好轉的話 不排除會提前解禁 恢復簽證 最後看到是CNN的部分 國際知名的駭客犯罪集團 透過網路勒索的方式 受害人這個被騙的金額高達了 台幣30億元 引起美國聯邦調查取得注意 最後是透過監控拯救了 大約是300名的被害人 還有大筆的贖金 以上就是今天 早安讀報的焦點提供給您 也感謝您加入今天的大愛早安新聞 接下來請繼續收看熱情年初走 我是林國昕 祝您平安順心 我們明天再會 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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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